腾王革诗 五七一二至七七零年唐代诗人好少林野老 杜林不一 凤几天高原笑哀 如君沙百鸟飞回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万里碑秋长做客 百年多病毒登台 剑罗苦恨凡霜病 潦倒心庭卓酒杯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 宜邻区三豆瓶的长江 三下大坝全景鸟看 它不仅是目前中国大陆 并且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坝 总理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 就任国民政府大总统前夕 以英文版发表了 建国方略三大著作之一的 实业计划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其内容在鼓励世界各国 携手共同开发中国的港口 铁路道路采矿 和道治理等基础建设 有关长江三峡的问题 孙总理在该书曾提及 自宜昌以上 如峡行使当以水闸印骑水 使船的速有以行 而又可自骑水利 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提到在长江三峡建造水坝的构想 1940年 美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萨瓦奇 John Lushin Savage 1979-1967年 印讲届时的国民政府邀请 附化考察三峡建坝工程 塞士曾经设计过60余座水坝工程 包括著名的胡佛水坝 Hoover D.M.等 塞士在长江三峡多次考察后 撰写了一份长江三峡计划报告书 Yanksy Gorge and Tributary Project 指称三峡建坝工程非常可行 其枪有助改善的去人民生活 促进中国的整体发展 1946年 塞士开始进行三峡建坝的准备工作 然而由武当事国 共内战已进入紧张阶段 建坝工程规划在次年便遭到搁置 三峡大坝90年后乌烟诞生 中共政权成立后 建于长江上游水患平生 威胁到武汉已次的中 下游城市安全无视三峡工程 问题重新受到重视 1953年 毛泽东巡市长江三峡后表示 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 并且是可能修建的 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四驱已邀请苏联及国内水利专家 进行三峡工程 判探设计论证工作 维欧屋技术 资金工程安全 长远效益等问题 无法确定 计划再度遭到搁置 其后在1971-1988年间 中共以长江截流方式 在湖北一昌建了一座 大型的葛州坝水电站 1988年 中共国务院重新召集工程专家 就三峡工程进行研究评估 由乌赞成和反对一线挪移整合 全案拖到1992年时或通过 1993年 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确定工程总体建设原则为 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 连续移民 并将三峡工程进度分为三期进行 预定历时17年完工 该三期工程内容该要如下 第一期工程1993-1997年 利用长江三峡之中保岛 维护右扎后河 构竹土树维艳 深挖鸡坑 修建岛流明渠 第二期工程 1998-2003年 进行大江截流 乌大江河段 胶珠土树维艳 建设 一红坝段 左岸大坝 左岸电厂 永久船闸 第三期工程 2003-2009年 整修右岸土树维艳 修建右岸大坝 右岸电站 地下电站 电源电站 安装左岸电站 临时船闸改建 为伊沙通大三峡大坝及相关工程 创下了十项世界之罪的记录 请看下面这些数字 一 三峡水库总库容量393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量221亿立方米 水库可有效控制上游洪水 保护中下游1500万人口 2300万亩土地 为世界防洪效益最显著之水利工程 二 三峡水电站总装机 1820万千瓦 凝发电量8 468亿千瓦小时 为全球最大支水电站 三 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 一流坝断长483米 拥有水电站机组 70万千瓦乘26台 及双线5级船闸预生船机 其无论上向或总体 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四 三峡工程主体建筑图十方挖田量 1.34亿立方米 混凝土总胶筑量2794万立方米 杠金质安46万吨 金节质安26万吨 为世界最大支水利工程量 5.三峡工程2000年混凝土胶筑量达548万立方米 创年度混凝土胶筑量世界 记录并且为施工挪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6.三峡工程节流量9010立方米 每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7.9万立方米 每秒 为全球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7.三峡工程易红闸最大易红能力10.25万立方米 每秒 为全球易红能力最大支易红闸 8.三峡工程船只通过需要4小时之久 移民问题 三峡工程淹没129座城镇 移民超过百余万人 竟费消耗庞大 日后问 提人多 泥沙淤积大坝完成后 长江上游泥沙 实力挪已排出 枪造成堵塞 影响上游 之重庆市 水位应优 三峡蓄水至135米时 水位落差达34.7米 当全水位时 可能造成重庆水患 环境污染 蓄水库水之一遭污染 造成环境卫生 农业生产 疾病转步等问题 地震灾害 水库长期蓄水 会产生地质条件变化 增加库区范围的地震频率 生态变化 大坝阻隔于群之正常通过 强影响一类生活习性 及生一转基因变化 三峡大坝 是历史的宪政 升官了这一座世界顶级的三峡大坝后 笔者对整个大坝工程规模 动用天文硕字的财力 人力 物力 史无前例的百余万住民迁徙 施工过程期建重重困挪问题之客服 以及高挪度的全案控管作业等 阶级与高度的肯定和平均 优优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